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 你的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 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来看一场社会性的恐慌 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以及这种现象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说到教魂这两个字 可能现代人会觉得有些陌生 但是在旧社会 这个东西在民间的确存在 你说它是妖术也好 说它是民俗也罢 总之是咱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奇葩之一 之所以有这个教魂 就是因为过去的人们迷信的认为 人的魂魄是可以丢失或者被偷走的 魂没了那还得了 所以需要通过教魂 把这个魂给喊回来 本书说的是1768年 也就是清朝乾隆31年的事 正是所谓康乾盛世的顶峰时期 可是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教魂案 却搞的是从民间到朝廷慌乱不堪 教魂本身荒诞不惊 可是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动荡 当时社会各个层面的人 又是如何应对教魂案的呢 教魂案背后反映了当时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本书通过对清朝乾隆时期的社会经济司法 特别是官僚系统的运行机制 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得出了寓意深刻的结论 那就是经济发展 但是贫富差距扩大 带来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 人们疑心加重并且异于冲动 而当时官场的腐败 特别是司法系统的混乱 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表面的繁华下危机四伏 荒诞的谣言 就有可能引发激烈的群体社会行为 本书的作者孔菲利呢 非常有名 这个名字听起来呢 像是个中国人 但他其实是外国人 出生在英国 后来一直在美国求学教书 他是费正清最得意的弟子之一 在费正清的推荐下 出任全球顶级的中国历史研究机构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的主任 这一开始啊 学术界还暗中怀疑孔菲利的学术能力 结果孔菲利一头扎进 清朝皇家大案的固执堆里 下了五年的狠功夫 终于拿出了这本 震动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叫魂 说起来挺有意思啊 这孔菲利呢 虽然是费正清的门徒 但是在学术理念上呢 他是跟他老师对着干的 他所属的这一个学派呢 有个研究上的企图心 咱们中国人听了 一定会很感兴趣 就是强调关注中国的独特性 希望通过中国的史料 中国的文化 孔菲利称之为中国视角 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 这一派学者有个响亮的口号 叫做中国中心观 用来对抗西方学术界 历来传承的 以西方为中心 以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的这个传统 好了 上面为你介绍了教魂的这本书 以及作者孔菲利的基本情况 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本书里所讲述的重点内容 这是一本呢 边讲故事 边分析评论的书 咱们主要关注呢 三个部分 第一 教魂案在当时是怎么出现和扩展开的 第二 从社会百姓到各级官员 再到乾隆皇帝 当时都是怎么应对这个教魂案的 第三 通过分析对教魂案的官方处理过程 孔菲利对清朝政府的内部沟通和管控套路 做出了哪些发现和感悟 好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部分的内容 这个所谓的教魂案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又是怎么扩展开的 话说乾隆三十三年的一月下旬 浙江德清这个乡下呢 要修一座小石桥 于是请来了一位石匠干活 这个石匠姓吴 口天吴 这时候呢 来了一个姓沈的农夫 偷偷找这个石匠商量 请他把一张写有人名字的这个符 粘在桥桩子上 当用锤子往河里砸这个桥桩子的时候呢 就一锤锤往带着这个人民的符上砸 当时人们相信 这锤子美王带那个人民的符上 敲一下 叫那个名字的人的魂魄就会被震一下 敲多了 能把这个人的魂魄给震散 吴实将就感到好奇 问对方 这什么人你怎么这么恨的 沈农夫说 这个人呢其实是他侄子 由于他侄子一直虐待他 所以沈农夫怀恨在心 就想出了这么个法子来报复 没成想啊 这个吴实将的思想觉悟相当高 听完后不但没有按照沈农夫的要求去做 反而跑到县领导那里 揭发检举了沈农夫 这就是孔非力从清朝官方史料中找到的当年第一个正式的明确记录在案的所谓叫魂案例 德青县领导接到举报呢 立马把沈农夫抓起来 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 扰乱社会治安 本来以为呢 这不过是个乡下村夫 愚昧无知 相信迷信的邻里治安小事 揍他个二十大板鱼惩戒 完事 没成想 这么个小案子已经上报 竟成此后系列惊天大案的起始点 也成为1768年席卷半个中国的教魂事件的开端 孔非力呢 在书中列举了 从一月末到十月初 各地陆续上报的一系列教魂案件 案发地点呢 从浙江蔓延到江苏 山东 湖北 安徽 以及河南直立 最后直到北京 总共涉及十来个省市 作案嫌疑人呢 从河上 乞丐 到庶室 农夫 可谓是啥样的人都有 并且呢 以流动人员为主 而作案手段呢 更是千奇百怪 例如打听陌生人的名字 偷偷捡别人的衣服 捡别人头发什么的 地方上这点案子越来越多 各省的地方大员无奈之下呢 也只好向中央汇报 一开始啊 乾隆皇帝还没拿这些案子当回事 直到陆续有叫魂的案子 涉及到作案手段是 偷偷捡别人的头发 对了 剪头发 哎 这让乾隆皇帝一下觉得不对劲了 他那政治敏锐的鼻子 似乎闻到了阴谋的味道 此时 据满清入关 扬州七日 嘉定石图等大屠杀的 不过百十来年的时间 在当时 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的政治口号下 有几千万汉族百姓 在改朝换代的战乱中丧命 这个叫魂案 你甭管他怎么荒唐怎么折腾 就算是谋财害命 那也不过是寻常的治安案件 但是不能涉及头发 千万不允许涉及头发 叫魂案件一旦跟剪头发挂上了沟 那就有可能引发汉人队 留头不留发的痛苦记忆 就有可能动摇满足 对中原统治的合理性 就有可能造成王族王国 一想到这个 乾隆皇帝坐不住了 顿时龙颜大怒 孔非利在书中说到 乾隆皇帝对背后 有敌对势力的担心 或许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从各地陆续报上来的情况看 各种叫魂案件 在同一时期的 不同地区频繁发生 相距几十上百里 中间还隔着山川河流的不同地域 怎么就会同时 或者相继发生同类的案件 难道都是偶然的吗 乾隆还注意到 各地叫魂案中 普通百姓殴打告发 抓获叫魂嫌疑人的群众运动 那是搞得热火朝天 如果没有人在背后统一发号施令 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群众运动 怎么这么快就从四面八方 轰轰烈烈的搞起来了 这么一想 也难怪乾隆心生疑虑 那么这场在乾隆鼎盛时期 短短十个月 扰乱大半个中国震动朝野的叫魂系列案 有没有幕后黑手 在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呢 答案是有 而且呢 这黑手还不是一个 孔非利认为 整个事件所谓的幕后黑手 其实正是当时社会上 普遍存在的两种群体心理 一个是恐惧在全社会各个阶层里面 不断蔓延的恐惧 另一个是欺骗 渗透了从下道上 整个清朝官场 一场心照不宣的欺骗 因此刚才上面提到乾隆皇帝的担心猜测 其实只猜对了一半 整个叫魂案背后有黑手存在 但他并不是具体的某一个或几个人 好 以上是我们关注的第一部分 叫魂案到底是怎么出现和升级的 接下来咱们看看第二部分 社会各个阶层的人 当时是怎么应对这个叫魂案的 为了有效的分析 叫魂案的社会反应 孔非利把清朝社会 分成了三个层面 逐一剖析 最底下一层是普通百姓 中间的一层是各级官僚 最高的一层呢 就一个人乾隆皇帝 好 我们先来说说最底下这一层 普通百姓 由于没有大的战乱和自然灾害 所以乾隆时期经济发展迅速 人口呢 从一亿五千万左右 增长到了近三亿 商业贸易发达 流动人口呢 也随之增加 但是在这个被孔非利形容成 镀金的盛世中 并非没有危机 当时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呢 其实很脆弱 社会矛盾呢 却不断加剧 主要表现在 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失衡 贫富悬殊加大 生活刚刚达到安定水准的人家 一遇困难就有可能沦为赤贫 因此人人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大家相互间的关系比较紧张 社会上渊渊相报的情绪开始蔓延 孔非利在书中关注研究的 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百姓 当时江浙地区百姓的生活水平呢 在全国范围内来比较 算是比较富足的 但是呢 也必须通过勤奋劳作和精打细算 才能维持 万一碰上点天灾人祸 也可能立马就要跌到贫困线之下 这些人祖祖辈辈都生活 劳作在自己的家乡 所以呢 非常珍惜自己家乡的安全和稳定 而中国当时其他相对落后地区呢 日子可比不上江浙一带 这些贫困地区一直以来 就产生大量的所谓流民 也就是在自己家乡混不下去的这些人 以各种形式向江浙地区拥入流动 江浙地区本来人口密度高 生活压力大 当地的社区居民呢 担心外来流民可能干扰他们的生活 因此充满警惕心理 特别是流民中的一部分人 他们不愿意辛苦劳作 而只想混饭吃 更是遭受到当地居民的排斥 比如说啊 这些流民当中有一些游荡的和尚 道士以及乞丐的 不愿意 或者说他也没这能力 融入到江浙地区的劳动生产环节当中去 有的时候呢 就会以所谓的妖术 或者强蛮行为来混吃片喝 这就更增加了当地居民 对这些流民的恐惧和敌意 通过妖术来摄取他人魂魄 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类迷信在当时的民间呢 历史悠久流传甚广 本来呢 就对流民充满敌意的江浙居民 一听说有人要用妖术叫魂 马上就形成了一种群体意识 这些居民开始呢 对此深信不疑 四下传播 最后呢 终于激发出了广泛的群体暴力对抗行为 孔菲利在书中说到 这些社区居民对叫魂的担心和恐惧 当时已经到了非常惊恐 谢斯底里的程度 就这样 由流民导致的群体恐惧和对抗意识 逐渐蔓延到了整个社会 搞到最后 任何外乡人的某个稍微异常的举动 都有可能被当成正在施展妖术叫魂 然后呢 引起当地的居民共同举报 甚至武力报复 老百姓在对待流民这个问题上 心里是越来越敏感脆弱 好 我们再来说说中间的这个社会层面 清朝各级政府官僚 当时满清政权呢 已经建立了一百多年 随着天下逐渐太平 这好日子没过几天 当时官场的风气地方官员的行为 就慢慢又回到了明末时期的官场套路 没出大事的时候呢 尽量稀释宁人 确保自己的官职升迁和优越奢侈的生活 一旦出了大事被朝廷关注 那要么就推卸责任 要么就争相邀功 上下左右相互欺骗 相互推诿 成了当时官场的潜规则 教火案刚刚出现 以及刚开始扩展的时候呢 江浙一带的地方官员 其实没有把事情扩大化的意思 他们大多选择了就事论事 简单处罚 然后稀释宁人 但是随着这论案件越来越多 迫于形势呢 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结果消息传到中央 没想到居然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重视 在上级不断要求 加大查办力度的压力下 不少地方官员为了迎合上风的指示 就开始大肆纵容 甚至鼓励部下 制造冤假错案 以便显示自己的忠于职守 工作业绩斐然 而在当时官僚体系的最高层 也就是乾隆皇帝身边的那几个军机大臣们 则有所不同 这些个京城的大官 由于既熟知地方上的官场套路 又比较了解乾隆的脾气个性 因此在所谓教魂案件的应对处理上 他们有自己的小九九 这些高层国员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 并且生活阅历丰富 一方面他们肯定不相信教魂这种小儿科式的乡下把戏 另一方面凭借他们丰富的政治经验 他们也不相信真出现了什么实力强大的敌对势力 这帮在京城的大官 其实当时心里琢磨着的是另外一件事 既然消息已经传到乾隆皇帝那了 乾隆又已经把教魂跟反叛联系在一起 他开始直接指挥办案了 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高层官员呢 不愿意因为教魂这类明显荒唐的事情 搞得社会动乱 朝廷血雨腥风 但是另一方面 也不能不配合着皇帝的指挥 所以思来想去 他们的选择就是 表面上装出积极配合的样子 但实际上绞尽脑汁 搬出看家本领来 规劝皇帝收手 当然既要收手 还不能让皇帝丢面子 最后我们说这个社会的第三层 也就是清朝当时的最高层皇帝 教魂案发的时候呢 正值所谓的康乾盛世的鼎盛期 经过康熙雍中两朝的大肆镇压和收买人心 到了乾隆时代 汉人对反清复明 只剩下些恐怖的回忆了 社会整体局安定 没有大规模的动乱和战争 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中央政府财政实力大增 放眼望去 乾隆本人是看不到有啥明显的敌对势力的 但是乾隆其实并不放心 他居安思危 内心充满了忧患意识 他主要有两大担心 一个是这汉人是否真的接受满人的统治了 会不会一有风吹草动又要揭竿而起呢 二是满朝的文武大臣表面上对他是恭恭敬敬 唯命是从 到底有没有合伙糊弄他 是不是隐瞒了很多基层的真实情况 对他只报喜不报忧呢 当这个教魂案一根剪头发挂上钩 就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高度警觉 特别是最初发生的这些教魂案都出现在浙江和江苏 那里可是以前反清复明的老根据地 这由不得乾隆不担心 有敌对的汉人势力在进行有计划 有组织的破坏捣乱 孔非利认为 研究乾隆皇帝个人心理和执政心态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研究他的猪批 什么是猪批呢 就是在下面各级官员通过秘密渠道 向乾隆皇帝送的这个奏折上 他用红墨水写些阅读时的感受评论建议甚至命令 由于这些猪批内容不是由其他官员替他草拟的 或者是开会集体研究的 再加上呢 猪批不会被公开发布 没有被围观吐槽的风险 因此乾隆皇帝批起来可以说是毫无顾忌 态度鲜明 最能看出他对一件事情做出的低判断和反应 在后来发现的不同猪批里呢 都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当时内心的困惑或焦虑 他最害怕有人通过教魂案来引起社会混乱 再将人们的注意力导向 剪发留发这样的敏感话题 重新燃起汉人对异族统治的仇恨怒火 到了当年九月七日 乾隆皇帝给七省都府发出上誉 明确将剪头发的教魂妖术跟替发问题联系在一起 发出了要进行最高级别政治斗争的指令 另一方面呢 乾隆皇帝曾经有接触中国底层的经验 对于汉人搞的那套官场文化套路啊 他是心知肚明 孔非利在书中说 这是乾隆皇帝认为的由汉化带来的腐化 越是四海安宁歌舞生平 他却害怕自己的臣子们沉浸于奢靡生活 习惯为官自保的套路 他害怕自己在一片唯唯诺诺中被蒙骗被架空 四处蔓延的教魂案 给了他一个整肃朝纲的好机会 他有了充足的一个理由 直接插手指导办案 斥责乃至罢免他不喜欢的官员 强化他的个人权威 正是居于这样的想法 乾隆是连续发出批示 指责下面的官员办案不立 养拥一患 他还下令吏部以玩忽职守罪名 查办了两江总督 以及江苏 安徽 浙江 乾江等地的巡抚 一大批县官呢 因此被革职 当时最令乾隆看不顺眼的呢 是山西巡抚苏尔德 乾隆认为这个满族大臣啊 长期在江南当官 沾染上了太多汉人奢靡腐败的坏毛病 但这个教洪案呢 又拖延 一怒之下 把他扁官发配到了遥远的新疆 好 以上就是为你分享的本书的第二部分 当时清朝的各个阶层 对教洪案的反应和想法 那么接下来呢 是第三部分 通过教洪案 来看看当时清朝官府内部的沟通 和管控方式 前面说到当时教洪案已经从一个小小的地方治安事件 发酵 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事件 这场风波到底怎么收场呢 最终啊 是两个军机大臣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个呢 叫傅恒 一个叫刘统勋 大学士傅恒比较早就发现了各地上报的这个教洪案 有很多蹊跷之处 可谓是漏洞百出 前面说到 当教洪案件到处泛滥成灾之后 老百姓当中就有些人呢 趁火打劫 千方百计找茬 把他认为有仇的人呢 说成是教洪嫌疑人 利用机会寻思报仇 而官府的基层官员呢 揣摩上级领导的态度 当得知乾隆皇帝高度重视这个案子的时候呢 不惜是滥尸酷刑 驱打成招 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大学士傅恒呢 对此忧心忡忡 虽然心知肚明 但他不好在乾隆面前 直接戳破这些花招 他想来想去啊 干脆搞了个曲线救国 一面进一步提升中央 对这些案件的重视程度 另一边呢 要求地方上 把涉案的这个嫌犯 干脆都压解到北京 由军机大臣当场直接会审 最后 当京城大员们亲眼见到了这些 从全国各地压解来的 所谓叫魂要饭时 一切已经是一目了然 这些三教九流的普通人 基本上都遭到明显的寻衅逼供 有的已经被折磨得严严一息 京城会审得出来的口供和地方上报来的 严重矛盾 明显人一看就知道 这显然是一场由地方官员揣摩圣意 而人为制造出来的大范围的荒唐约案 咱们再来说这个刘统勋 这个人呢 是乾隆一朝最有名的汉族官员之一 深受乾隆皇帝的尊重和信任 以至于他死之后啊 他儿子继续受到乾隆皇帝的重用 他儿子是谁呢 叫刘雍 就是那个在现代影视剧里 大名鼎鼎的宰相刘罗锅 这刘统勋就是宰相刘罗锅的爹 孔非利呢 在书中特别研究了刘统勋 最终说服乾隆皇帝的手法 孔非利发现刘统勋玩的呢 也是曲线救国的路子 他坚持把军机审讯的纪要 事无巨细 一股脑塞给乾隆看 显得特别的细心周到 而暗中呢 他把大量前后矛盾 无法自言其说的这些案情呢 都放在里面 他相信 以前龙皇帝的聪明脑道 不可能看不出啊 这当中有问题 经过铺垫了一段以后呢 借着要安排圣驾回京的大好机会 刘统勋拉上傅衡 跑到承德去面见皇帝汇报工作 他为什么要拉上傅衡呢 傅衡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 是乾隆最宠信的满族大臣 万一他们的归欠 乾隆不爱听 那怎么着呢 乾隆也会给傅衡留点面子 于是俩人就跑到承德去 给乾隆皇帝做思想工作 至于他们两个劝说的细节 由于没有官方正式记载 孔非力无法得知 但我们呢 大致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 比如两个人应该是分析了一番 教魂案的审理结果 然后呢旁敲侧击的表达 对这个案件的否定意见 可能还会苦口婆心的向乾隆解释 再这么办下去 必大于力 别真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趁机破坏捣乱 总之 当年十月初 乾隆皇帝从承德回到北京后 一方面借半不利的理由 继续惩戒不顺眼的官员 另一方面呢 则低调 不动声色的叫停了 对教魂案件的追查 闹腾了十来个月 搅合了大半个中国的所谓教魂案 就这么彻底消停了 孔非利在这里特别指出 这些位居朝廷中枢的军机大臣们 他们为了朝廷的秩序安定 不惜想方设法规劝皇帝 不仅要拦住皇帝 还得给他留住面子 绞尽脑汁 用各种套路 最后把事情办成 可谓左右为难 煞费苦心 要做的已经不只是忠于皇帝个人的一个听话臣子 同时还要维护千百年以来的文化传统 体现出一种世代夫的责任感 孔非利认为 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 非常不同于西方的一面 好了 说到这里呢 今天的主要内容也介绍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呢 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首先啊 我给你介绍了所谓教魂案的来龙去脉 官方史料正式记载的第一宗教魂案 发生在1768年浙江农村 是一个乡下农夫为了报复自己侄子 突然把写有他侄子名字的这个指幅啊 粘在桥桩子上 让人用锤子去砸 此后呢 这类依靠所谓教魂来混吃片喝 甚至敲诈勒索的治安案件是越来越多 从江浙一带陆续蔓延到大半个中国 搞得百姓人心惶惶 由于教魂案中涉及到偷偷剪人头发的行为 上报到乾隆皇帝之后 引起他的高度重视 乾隆皇帝最终把教魂案定性为 有人企图颠覆满清统治 要求各地大力追查 其次 我们为你介绍了孔非利 把当时的社会分成了三个层次 分别分析他们面对教魂案的想法和做法 在普通百姓这个层面 由于当时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 相对富裕地区的本地居民 害怕外来流动人员 干扰他们来之不易的安定生活 因此神经非常敏感 对外乡人充满警惕和敌意 一旦外乡人惹是生非 就会联想到教魂作案 社会性恐慌不断蔓延 在地方官员层面呢 开始只是把教魂案当作普通的治安事件 大事化小 得过切过 当他们得知皇帝高度重视之后呢 立马是不惜滥尸酷刑制造冤假错案 拼命向上头表公 官场的上下欺骗 使得教魂案是越抓越多 越查越乱 到了乾隆皇帝这个层面 他一方面担心汉人反清意识的复苏 另一方面他还怕官场膝下蛮上 娇奢淫逸的风气 架空他的领导地位 动摇他的统治权威 因此他要直接督办教魂案 借机对他看着不顺眼的官员呢 大肆处罚 教魂案本身呢 不过是民间普通的社会治安事件 可大家各怀心思 在三个社会层面的相互作用影响下 逐渐发酵 愈演愈烈 结果呢 造成大范围的社会混乱 最后我们为你介绍了孔非利 通过分析教魂案的最终解决方式 研究了清朝政府内部的运作和沟通特点 特别是中高层官员 是如何跟皇帝周旋博弈的 这其中大学士傅衡和刘统勋 对整个教魂事件的终结 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他们苦口婆心 规劝皇帝的思路和手法 反映了当时清朝官场的生态 孔非利认为呢 中国封建官僚体制 有着不同于当时西方官僚制的柔性约束机制 表面上看的皇帝是绝对极权 但背后整个官僚体系 与皇帝之间还存在着微妙的相互制衡关系 这种制衡使得封建统治得以保持稳定 好了书中的内容呢 就为你分享到这里 那么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以及孔非利的研究 可以引发我们的很多思考和感悟 首先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呢 孔非利在这本书里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非常精彩 孔非利中手法是一种典型的以小见大 从细微入手完成宏大叙事的方式 也就是说通过一个具体的案子提出疑问 然后逐步扫描焦点扩大观察视角 最后把整个乾隆年间的社会摆态和官场运作 一一描绘到位 微观史料选用清晰得当 宏观分析总结大气磅礴 然读后呢不禁拍案叫绝 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生动的研究 这背后呢 其实体现了孔非利严谨的智学态度 和扎实的学术功底 孔非利他不但文言文的功底深厚 而且很有智学的耐心 他花了很长的时间 钻进清朝皇家大案的固执队里 查阅了大批的一手文件 汇集了各方面的学术资料 最后才能够把这些细节内容 总结的详实生动 对各种案例和统计数字是信手拈来 显然是一派大家风范 由于这种细微入手 宏大叙事的特点 国内很多人呢 也喜欢把孔非利的这本 《教魂》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相提并论 这两本书呢 都是从一个历史时间的节点上切入 通过研究细节 然后呢 逐步深入推展到描述整个社会 方法论上是有异曲同龙之妙的 但是在国际学术圈子里 教魂的影响力远大于《万历十五年》 这一方面呢 是因为孔非利在这本书中呢 综合运用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研究方法 使得教魂成为化学科社会历史研究的典范 另一方面就更有意思了 不同于黄仁宇以现代性这样一个纯粹的西方学术命题 来分析中国历史 他孔非利呢 一直坚持的是所谓中国中心观 他喜欢结合中国的文化特色 来研究中国的历史 从而得出不同于西方传统理论 对中国的解答答案 这样反倒占据了国际学术研究的潮头地位 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呢 是这本书的历史价值 孔非利通过这本书抽丝剥茧的 把清朝鼎盛时期的老底给彻底翻了出来 群体恐惧让人们相互戒备 更易于敏感和冲突 官场欺骗处处存在 腐蚀了整个社会的管理体系 本来一场小小的民间治安事件 最后是搞得一地鸡毛难以收拾 最终依靠几个心怀 救世记民是大夫精神的军级大臣 力挽狂澜 绞尽脑汁归劝皇帝收手 维持大面上的安稳 清朝的腐败根底 通过这样一场风波 已经是昭然若揭 几位师大夫臣子的责任感和努力现身 能够维持一时的局面 但无法改变封建统治的根本问题 这不后来到了 慈禧太后当权的时候 在老佛爷的一意孤行之下 满朝文武 连怨意或者是说改一站出来 规劝他的人都没有了 腐朽的封建王朝 只能走向崩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好了 本书的解读就到这里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更新哦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打开小铃铛